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博士叫你待在上面 哥 人家无聊嘛 逆子 你先上去 恐怕此事不能善良 柳帮主 当初的事 是非屈直 轻者自轻 而萧颜哥哥并无半点不适 不要以为在那远中实力颇强 便傲气十足 若你真要不分青红造白强出头 我萧勋儿 接下便是 我哥岂是女龙训斥的 还有你 萧颜 别以为打败了白城便能得意 你不过就是个 依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 飞儿 哥 我又没说错 够了 哼 这 不要以为仗着有柳琴撑腰 便可肆意妄为 这一巴掌 是替萧颜哥哥山的 好大一心耳光啊 柳飞这次脸就大了 这一巴掌山的 真帅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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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打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宰了你 飞儿 冷静 哥 人家欺负你妹妹你都不管了吗 这位同学 未免过分了吧 自取其辱 怨不得人 熊儿 哥 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要跟我报仇啊 把我打赖那个坏女人的脸 今天还真热的 刚看了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没想到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是林秀牙 她可是狼牙的老大 林秀牙和柳琴谁更强 那还用说 肯定是林秀牙了 林秀牙 是她 实乃金国不让须眉 解气 抱歉 这逆子性子 就是这样 无妨 这便是学妹的个性吗 萧嫣雪弟 上次走得太过匆忙 还未跟你道声线 若不是你出手 恐怕 我们几个 都没法活着回来 林学长言中了 林秀牙竟然和这小子 关系不一般 柳琴 我看今日便算了吧 是啊 你不会也想挑战萧嫣吧 她可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斗气还未恢复呢 趁人之危的事 我不屑为止 女孩子之间的争吵 我不会介入 但飞儿也不能白白挨打 一个月后的强绑大赛 若是遇见 你便施展全力吧 到时 自然奉陪 来 瞧一瞧 瞧一看啊 来 这怎么来的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我们过来瞧啊 都是好的东西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棋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开给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当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 来我 找死不成 居然竟敢得的这是小魔王 这磨岛大霉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他不闪你 我来 你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天涯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别了 可不是吗 长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前 前日 我敌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一个一个地剁下来 星星竟如此恶毒 几位如此行进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眼中啊 爷 爷爷 那是他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他家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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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赶在天涯城 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但你再争不想我 谁啊 到底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做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斗宗强者 哼 一个小小的罗家 和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难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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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 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交手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重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 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快走 你一定要狠狠的 放人出去 是 爷爷 爷爷 走吧 太阳痴了 真好 这阳神 这个阳神 这阳神 更尽了 凤脾 副马 classe 角лин 个认五 大人 condition 煞 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实力 能有这样的威力 也不枉费我这两边在地底受的苦 如今的火莲恐怕比当年那次更加恐怖 该死的家伙 不愧是半谱多宗的强者 竟能凝聚出这般复杂的异火兽心 去吧 去 快找掩蹄 快找掩蹄 倒是小看硝烟了 竟能拖住半步斗宗的韩风 只是还未分出胜负 结局难料 希望硝烟能获胜吧 韩风只怕是自身不保乱 再纠缠下去 我们俩十多要败在苏千手下 硝烟这家伙 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两年前要叫我们一声学长的家伙 如今已经能和黑角狱中的一方强者向抗衡了 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 已经与修炼天赋无关了 这完全是硝烟的自身机缘 硝烟 如今的你 令我也不得不佩服 硝烟子 你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进大课 是盟主 是盟主 佛山来了 盟主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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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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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你敢 海誓之徒 死有余辜 送你一场 真的 怎么这样 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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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们 拦住他们 南风说的果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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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所以我会栽在这家伙手中 你的命 是我的 你 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又要救我 就对我这么不客气 差点直接把我给拍死了 要不是这家伙突然出现 韩风这个混蛋 现在已经死透了 恶心的男人 好 好 好帅的一脚 你想让韩风这家伙 最后竟死在一个女人脚下 这窝囊的死法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你是谁 岂敢管我魂殿之事 她的你 是我的 别人还没资格手 好狂的女人 这么多年敢于我魂殿这般说话的人 你可还是第一个 滚吧 今天你没机会下手 今天我的确运气不好 不过我的任务并非击杀点小子 只要确定邀尘的灵魂体在她身上 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 至于她的命 就会由魂殿强者来收 借你之力 又凭练药师的灵魂 是我还真不小 小子 小臣的灵魂就先暂存在你这里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到时候这女人可庇护不了你 魂殿已经盯上老师了 小意思 只怕不好对付 来 该死 那家伙把海星叶也拿走了 围剿黑盟余孽 是 是 是 不愧是黑盟盟主佩戴的高级纳戒 竟然还有防护功能 可惜在灵魂力量面前 不堪一击 那个 女王殿下 这次多谢相救了 该死的 迟早本王要亲手了结了你 女王殿下 这次多谢相救了 阁下不知是何方高人 能否报上盟来 说不定与我嘉南学院还有救呢 大长老 不必担心 博与他之间 闭嘴 小爷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我定然不会留手 这女人实力太恐怖 就连我对上她 胜算都不大 以你这小子的实力 能对她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 竟惹得她要杀你解恨 大长老 这是从韩夫尸体上搜到的 有害纳戒 当初韩风为这纳戒 费了不少力气 听说这其中的奇真宝物 价值更加不菲 不过 既然是你的战利品 你就留下吧 多谢大长老 可惜海星宴并没弄到手 有幽海纳戒的补偿 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 那个神秘组织 可不是寻常实力啊 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们 迟早是要对上的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趁魂殿未到 多提升些实力 日后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 不过得更多呢 快点 别人了 别人了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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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们了 快点了 所幸 现在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和老师的实力 若今日是全胜状态 定能够击退那团诡异的黑武